同样也是中华职棒的消息 统医师的当家投手都督潘威伦 他是趁着休兵的期间回到了家乡屏东来参与公益活动 对 那都督呢 他是希望透过从小扎根健康腰围的观念 呼吁小朋友和家长要一起注重预防剩余治疗的重要性 中华职棒统医师的王牌投手都督潘威伦 趁着季后休兵期受邀回到屏东老家参与公益活动 宣导健康量腰围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堵控制 控制就是注意你的腰围 控制你的腰围 那接下来就是堵休息代 要选择健康的饮食 那第三个也非常重要 堵exercise 因为你要维持动态的生活 那有运动 长时间运动的习惯 那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这样子 都督除了在活动现场和超人气玩偶 Open奖一起任务展现亲和力 也要玩玩另类九宫格 秀一下投手的扣球能力 并且找出九宫格上正确预防代谢症候群的元素 而谈到季后 都督自己也有一套保持身材的好方法 就是季后当然要让手背休息一下 那但是还是要维持运动的习惯 那可能去骑骑脚踏车啦 甚至打一些羽毛球啊 那平常没有时间接触的运动 那靠着季后的时候 那多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球类运动啦 放好一阵子大叫的嘟嘟 并没有因此松懈 仍然维持运动习惯 并随时注意自己的腰围 除了要预防代谢症候群的发生 也展现了运动员自律的功夫 有点TV夜方雨综合报道